政府计划在年底前提供三万个心心相连中途转业人士见习计划的培训空缺 协助中途转业者提升技能 教育部长黄勋才表示 计划自今年七月推出以来已有大约一万五千人报名 来跟记者李延山的报道 教育部长黄勋才下午参与其中一个线上课程时表示 就业问题是国人在疫情间关注的课题之一 政府会继续与更多企业合作 为中途转业者提供培训机会 那么经济复苏时他们将做好准备 这家参与培训计划的科技公司提供800个人工智能以及网络安全方面的培训名额 公司也同其他企业合作 协助学员在获得认证后找到新工作 其中一名参与者是54岁的赖奇贤 他在当了17年的中学老师后萌生了转业的念头 想在科技领域开启新事业 从一月我就辞职 我没有想到说那个COVID-19会这样严重 但是说我继续找 我要找那个PCP 但是都不成功 这个AI这个课程是很很广的 不只是在银行业 或者在supply chain 或者是在旅游业 甚至在教育业都可以用到的 全职培训课程时长六个月到一年 培训期间学员将能获得每月1500元的补贴 目前参与计划的公司共有七家 包括谷歌 虾皮购物和西门子等